好嗎來課本的地方請你翻到這個應該是你們課本的18頁 好嗎18頁的地方呢請你們快速看一下 第一個更入文章的內容請你給我選證券答案 你要舉小喔 那這個證券答案呢我好心一點再讓你看過一遍 因為今天要考嗎 對快速看過一遍然後就邊看邊簽 可以看不見 是不常會相信 你還看不見 我們搜尋找來自然的東西每天 我們的眼睛會有很多知識 為我們的脖子讓我們對我們人間辨獻 對我們眼睛我們得來更新知道世界的具體 所以看不見是相信不算是明明 不然不是經常 下面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这三个男人 哪个男人是最高的? 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会说Ci 但实际上,他们同样的尺寸 在这个例子,我们的眼睛弄我们 现在我们讨计第二个例子 什么是发生? 对手对手对手在左上的粉丝 很多人都说 但这不是真正的事 如果我们让看整个图片 我们会更有明白的一场 一部分对手是手在右上的码拔 另一部分êt逻辑了 一段时间 我们只看到一部分一部分的一部分 在初中一刻 它们吓着我们 seeing is not always believing we can't always trust our eyes can we 好 可以写你的下一页了 进去咯 来 直接看一下示範的上面 这一题答案选哪一个 看一下 对 seeing is not always believing 没错 再来 下面两个呢 他们发表了对课文的看法 请你勾选比较客观的那一个 客观的那一个哦 所以Daniel他说 Why was the guy on the left trying to 第一个方法是try to 的括号后面写个not to 也就是呢 我们不定词的否定 一定要用not to 再加上你动词的原型 所以try后面一定要加to 把他这个抄上去 第二个呢 把这个the other 的下面写个one 也就是呢 这里总共 只有几个人 照你这样讲 我看到the other的时候 然后两个对 第一个叫one 剩下的那一个叫the other 所以为什么那个左边那个人 要杀另外一个呢 I know the guy on the left was trying to scare him and make him hand over 来把这个make写个加 一 人 如果是人哦 接圆形 那你们到了高中哦 会学到那个make的后面 大概可能接的状况是东西 可是东西后面呢 接的就会是PP 第三个 十一动词的那个功能 最多的就是他嘛 所以第三个make的后面 其实是可以接一个受格 再加上一个受格补语 什么叫受格补语 就是补充这个受格的状态 所以这个受格补语叫做oc 它可以接的呢 第一个 要嘛就是形容词 要嘛就是名词 所以十一动词三个里面 最多功能的就只有他 所以make后面可以接形容词 其他都不行 好了吗 第二个再把这个十一动词 画到这一个字来 所以它是我们第一个的用法 十一动词后面人 我们就接原型 所以呢那个人啊 他命令他要交出他的钱包 what a terrible person 来把这个what a terrible person 写个等于how 可是顺序要改一下 how跟whats有点点小小的不一样是 如果今天是how 请你先写形容词 how tall how old how beautiful how soon how的后面呢是先写形容词 那变成how terrible a person 警叹号 这种就要感叹剧 就是wow红河发的什么啊 类似这种 所以这是第一个 他认为啦 他叫他拿刀子出来 就是为了要人家抢他的钱包 在mothelia mothilda这个人 wait we only see some black shapes 我们呢只看到一些黑色的那个样子形状 maybe the person alive was not holding a knife 他并没有在 他其实手上握的不是刀子 I mean maybe it's not even a knife 他甚至可能就不是那个刀子 we have to 来把这个have to的下面写个must 第二个must的上面或者是旁边你写一下 must的have to 对不起 have to的否定叫做手 have to叫必须 那如果不必咧 写上去哦 叫don't have to 记得哦 不必 叫做don't have to 第二个呢 翻成吃喝有必须的时候 这个have to 他的附加问句 请你don't号 写个don't 一个人 所以他可能变成don't we 以这句来讲嘛 因为他是have to嘛 吃喝 有必须 他用的是它是水归类在一般动词 所以我们呢应该必须是 ask for 好吧 这个ask for 写个要求 我们应该要要求他呢 再给我们多一点的讯息 before we judge 在我们要判断之前 好 所以你觉得应该看得出来了吧 答案是哪一个 上还是下 下嘛 对 因为他说等一下哦 不能不能只看那个东西 对 没错 好 先到这边 好 再来我们就直接看课本的十九页 那十九页带上的东西其实是 形状 所有 呃你们其实学到的形状还不够呢 来第一个这个叫shapes 记得把s圈起来 可以数哦 第二个mainments呢 是测量单位 所以他加s 那这些东西呢 你要大概知道的是 第一个叫做circle circle当名词是圆形 当动词勒 知道吗 对 圈起来 把他圈起来 没错 第二个呢 所以第一个写圆形 第二个圈起来 在square呢 一它是正方形 二写个平方 你知道3的平方是9 叫3square is 9 square 因为正方形的特色就是它的体积怎么算 面积啊体积 面积 边长乘以边长 对 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平方 所以它的第二个意思是平方 第三个呢 它叫做广场 所以美国其实最有名的那个时代广场嘛 叫time square 对 square 就是广场 所以一二三一起上去 OK 再来第三个叫rectangle 其实那个angle 这个字啦 什么是angle 角度 没错 那rectangle呢 是什么形 长方形嘛 对 再来第四个 一样哦 这个angle 不要写成angle 看清楚哦 天使是angle 这个字是天使 可是angle angle 是angle 不一样 那什么叫做try tri 知道吗 三个 所以三轮车怎么说 bicycle是脚踏车嘛 三轮车咧 tricycle 没错 就是这个字 tri cy cle 这个字就是三轮车 因为cycle就是圆形的东西 所以三个圆形的东西叫三轮车 OK吗 好 再来那我们就往下看了 除了这个形状之外 再来你要知道的呢 是它的那个测量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啦 1英寸 等于几公分 这是英寸哦 2.54 所以如果它 10英尺 它高不高 假设它5尺 假设它5尺好了 我现在讲它5尺高 5尺 高不高 算算看哦 来第一个就是英尺 1英尺呢 它是12吋 所以请问你1英尺是几公分 我会算 我会算 你们算算看 1英尺大概是3 3 30 等等等等 好 所以5尺高 它5尺 150不高啊 對不對 合力来讲的确是不高 不过你要知道的是 foot是1尺 那2尺呢 请你写 F-E-E-T 因为这个字刚好也是你的脚 你的独物那个字 好了 再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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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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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個一百分之一 center其實是一百分之一的意思 好,大概這個單位的部分就到這兒 沒問題的話,我們就看下一頁囉 OK了齁 好,再來下一頁的地方 沒有,我先看這裡 這個地方我先確定一下我們上完了沒 還沒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兒 我今天要先上這個,OK了嗎 好,在這之前請你先寫 那我們就直接看你課本的第二十二頁 那二十二頁這一課我們在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已經上兩次了,講義已經上了兩個 這叫什麼?G 對,寫上附加問句 我們之後會上到的一個東西 跟它有一點點像,叫做複合句 不是兩個人分手之後複合那個複合喔 是複合吧,應該是複合 也是這個複 然後這叫附加問句 為什麼叫附加問句 第一個,它一定是問號 第二個為什麼要附加 因為它額外的嘛 所以也因為這樣附加問句 它基本上拉出來寫喔 第一個,它一定是兜號 沒錯吧 然後一定是兩格 基本款只有兩格 唯一一個例外的那個我們到時候再來寫 那這一格我先講齁 A跟B 我們拆開來寫 A大概分幾類 知道嗎?我們已經講義上兩次了喔 大概你這一格的答案就三種 第一種就是 是Ethema's word 叫必動詞 那你可以自己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前面肯定 後面縫定 第一大類大概就是Ethema's word 第二大類呢,是那種有意義的注動詞 什麼叫有意義的注動詞 Can啊,will啊,should啦,must啦,cant啦 這一種叫有意義的注動詞 第三大類就是不屬於這兩類的 我們就歸類在這一大類 那這一大類也只有三個答案 第一個do,第二個does 第三個類,did 對,沒了 好,所以A的部分大概就這三大類 好了,再來B的部分呢 總共只有八個答案 除非它是那個起始句 我現在講的是 大部分另外的我另外看 大概就這八個答案 這八個答案大概有什麼 第一個I,第二個you 第三個he 第四個she 第五個it 第六個we 第七個lay 好,那為什麼會第八個? 對,叫做layer 所以你的附加音句裡面 絕對不會有marry 絕對不會有susan 絕對沒有my parents 絕對沒有my parents 沒有,就這八個而已 那例外的我們要拉出來看喔 我們等一下再例外的我們再拉出來看 這樣OK嗎? 所以呢,大概我就不擦掉了 你就會來判斷一下是不是真的都是這樣 好,那我們就看了齁 第一個,要幫我圈的是這個r 前面是r 後面就是什麼?art 前面是is 對不起,前面是ezen 後面就是is 可是因為我收益 你這是附加音句 你會希望對方回答你 那回答的時候 到底是yes還是no 往後看 是r就找yes 是not 就找no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回答的喔 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回答的 好,那我們就看第二題囉 OK嗎? 來,第二題請你圈這個word 先到這邊,我們先圈這兩個就好 所以應該大概知道了啦 前面是word 所以後面應該就是什麼? word 對,沒錯 前面是lay 後面就是lay 對呀 大概就是八個答案嘛 你們剛剛有畫到嗎? 你們剛剛有畫到嗎? i,you,he,she,it,we,lay跟layer 所以前面是word 後面就是word 那第二題前面是r呢? 後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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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n't 是嗎? 所以的答案直接給你看囉 好啦,我看它唸一遍可以聽好了 希望它唸是沒問題 2 they weren't at home yesterday,were they? no,they weren't 好,所以因為no嘛 所以要they weren't 3 the children are using the glue,aren't they? yes,they are 沒錯齁 好,第四題 為什麼我獨立出來看 請問有沒有layer have 我講n變了 有沒有layer have 你們早上的成考還是一堆人做 layer的後面只有五個答案 哪五個? is that my was work? 如果是過去式 當然就是was跟word 可是如果是未來式勒? will be 對,那一直是勒? 勉強你真的要寫要layer have been layer have been 是一直有 或者是曾經有 所以你要have就要有病 就是一定要有異動詞啦 所以叫layer 然後呢 ezen a dog 然後前面是ezen 後面就是 意思嗎? 對啊,可是前面是layer喔 前面是layer 後面就是什麼? there 對,這是第八個 跟人無關的 OK嗎? 再來下面 這題我就讓唸大家那邊很聽了齁 there isn't a dog on the floor is there? no there isn't 好,再來下一題 5 taipei 101 is 508m tall isn't it? yes it is ezen it 就是it is 那前面是意思 後面就ezen 好,這是第一大類 這是必動詞的 到了第二大類呢 這個是一般動詞 寫上去 這叫一般動詞 所謂的一般動詞 就是吃了拉撒睡啊 追趕跑跳空啊 那只要是一般動詞 請你就是找 do 的子跟 did 對,也沒有點點點喔 也就這三個了 所以只要它是歸類在一般動詞的 所以打個星星 寫一個你們最容易錯的 叫做have have這個字呢 你括號寫個to 因為它的意思呢 這四個都找他 第一個吃 第二個呢 喝 第三個 有 有 第四個 have to 必須 對 翻成呢 吃 喝 有 跟必須的時候 它歸類在所謂的 一般動詞 所以它的附加問句 一定是 don't 不然就是 doesn't 不然就是 didn't 看你的那個事態 這個我要提醒你們喔 因為它是 一般動詞 吃喝有必須 它是當一般動詞來看 好,那我們直接看了齁 我讓它逆一遍 你們跟得上的就抄喔 2 Ann drew the triangle on the wall, didn't she? No, she didn't 又要用drew啦 你如果沒有 你至少是draw加s 你如果寫的是draw加s 那後面就用dawson 看你喜歡哪一種 你寫draws 你後面就找dawson 因為這一題 啊,不行 對對對 我看到答案了 知道為什麼哪一個? 為什麼不行嗎? 對,因為這裡有個低等 當然,這裡是低等 那就沒得挑 好,來下一題 3 Rick didn't run more than 5km yesterday, did he? Yes, he did 好,來下一題 4 The TV program became very popular, didn't it? Yes, it did 記得喔,一番是became喔 became是過去式,不要忘記了 5 The famous actor looks busy, doesn't he? Yes, he does 記得喔,looks 看到用到你的眼睛嗎? 所以這就是你的一般動詞 好,這是第二大類一般動詞的 到了第三大類呢 就是那種有意義的注動詞啦 寫上去喔 這叫有意義的注動詞 有意義的意思呢 就是翻得出來 中文翻得出來的注動詞 然後拉出來下面寫一個打星星 剛剛不是叫你寫吃喝有必須嗎? 來,這個韓符寫個加pp 這個時候呢,你一定是pp的時候 它的中文意思 第一個一已經 第二個二曾經 三還沒 看要寫哪一種 一已經 二曾經 三還沒 所以這個時候 只要它還後面加的是pp 它其實是注動詞 而且翻得出意思 翻得出意思呢 就是第三大類 第三大類囉 OK,好,好,來,那我們現在要唸 OK啦,所以前面是can't 後面就是can't 再來第三題 第三 三 Mr. and Mrs. Lee will buy a new TV, won't they? Yes, they will 記得前面是will 後面就是won't 所以前面肯定 後面封閉 再來下一個 四 四 The woman should turn off her cell phone, shouldn't she? Yes, she should 所以前面是should 後面就是shouldn't 只要它是有意義的注動詞 五 These fishermen have seen a whale, haven't they? No, they haven't 那為什麼用的是sing,知道嗎? 不是sing,知不知道? 還是後面要接什麼? pp嘛,對,see, song,sing 對,所以這裡用的是因為它是已經看到 你翻成曾經看到也可以 你要翻已經看到的一隻鯨魚 曾經看到的一隻鯨魚都OK 可是就是這個have的中文 不是吃喝有必須 它翻成已經或者是曾經 好,再來隔壁葉還有 因為再來就是副交換句的例外了 OK啦 好,來這個地方我們先寫寫看 我先讓它放一遍 準備喔 A Listen and choose 1 This shirt is too big for Leo, isn't it? Yes, Leo's small for his age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This shirt is too big for Leo, isn't it? Yes, Leo's small for his age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2 2 I've spent more than 10 minutes on number 9 But I still don't know the answer That's a piece of cake You can take a look at my answer Amazing Question Who finds number 9 difficult? 好,自己改 看一下喔 他的經歷稿 就是剛剛他念的內容在這裡 你回去可以自己按那個影片按暫停 看一下第一題 是這樣 就像太大了不是嗎? 說對阿 因為年紀來講太小 第二個 超過10分鐘 好,沒問題 那我們就再看答案 答案是C跟A 自己打工 再來呢我要講的是這個 是附加問句 是因為 記住喔 我們的附加問句 我再提醒你一次 前面肯定 後面就是什麼? 縫定 但前面是It's not what's work 後面呢? It's not what's work 好,所以第一題請你圈 Need的 圈起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 第一題把Need的圈起來 第二題圈R 我們都先把關鍵字圈起來喔 再來第三題圈 wasn't 第四題直接圈兩個字 have been 好 那這個呢 附加問句呢 我還是要提醒你 其實附加問句還蠻好找答案 是因為你只要看前面是什麼 所以第一題Need是屬於三大類的B動詞 有意義的諸動詞 還是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 所以前面是Need 後面就是 doesn't 很好 那前面是He 後面就是 He 很好 講OK嗎? 這是第一題 可是第二題前面是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on the first cycle 這真的是世界奇景有沒有 這個歐巴巴上有太多人了 請問你這句話是肯定還否定? 你覺得這句話是肯定還否定? 不要想太多 因為是Layer are 所以後面就是什麼? aren't 然後咧? 累還是Layer? Layer 對 因為我們有 I, you, he, she, it, we, lay 跟Layer 所以是Layer的 我們就找Layer 然後也因為這樣來寫個句子 叫Tutu Tutu的中文呢 翻成太怎麼樣 以至於不能怎麼樣 很特別 它中文翻成太怎麼樣 以至於不能怎麼樣 它在英文裡面 在中文它是否定 譬如說你年紀太小了 所以你不能調個來 這個我們的中文是否定 可是在英文裡面 You are too young to ride a scooter 請記住 後面用的那個副交換句 還是要用縫定 中文聽起來是縫定 所以後面應該是肯定 對不對?不對 英文是 Tutu的中文翻成太怎麼樣 以至於無法的時候很抱歉 Tutu在英文裡面 還是屬於肯定句 所以後面的那個副交換句 請你用縫定 好再來下面 It wasn't 所以前面 是wasn 後面就是wasn 前面是it 後面就是it 可是第四題是因為它是have been 有have加pp 所以前面是have 後面就是have 前面是累 後面是累 還沒完 不要急 再來就請你找空位 幫我寫上去例外的地方 因為我要順便把副交換句 全部複習一遍 好了齁 來第一個 醬膽詞 我們要加約行喔 不要忘記 請問你 後面的副交換句用try啊 每次都搞混 如果是let us呢 你看 又開始搞混喔 再提醒你一次 哪一個是會跟你一起去的 有一撇的還是沒有的 有 對 這個叫做show we 沒錯 我們一起走吧 叫做show we 第二個let us的時候 表示我問的那個人 絕對沒有要參與我們的行動 所以叫做 will you 這個我已經複習第三遍囉 再來如果是let not呢 我是否定了 我有個fot 這個字了 因為它是否定 所以你要知道 它雖然是否定 可是它的副交換句是啥呀 alright或者是ok 對 所以不是說副交換句大部分都是兩格嗎 這個就例外了 ok或者是alright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要輕輕寫的 ok好 再來寫個 命令請求禁止 命令請求跟禁止 請問你用啥 因為這個是起始句要拆開 我之前在上起始句的時候 我曾經跟你們說過 平常它都是同一個字 命令請求要請禁止 這一種呢 在起始句都是用 這種口氣都是叫起始句 可是到了副交換句的時候 很抱歉 它就不一樣了 所以它的後面用的是 you should have some tea sit down shut up 這一種don't talk 猜猜看 它有個邀請 因為這兩個要分開看 好了嗎 邀請 還有一個命令請求禁止 這是拆開的 命令請求邀請禁止 我們這四個拆開 邀請是一個 命令請求禁止是一個 那起始句不管肯定否定 都是 我有預 你管它是用don't開頭 還是用原型動詞開頭 不要管 可是如果是邀請 請你就變成文句 這個要記哦 這個是所有的起始句裡面 有可能你要獨立特別出來看的 最後一個 有一些字呢 可能譬如說 它本身就已經是否定的意思 譬如說Hardly 譬如說Selden 譬如說Never 這一種呢 因為它本身就是否定的意思 沒錯吧 所以後面應該要用的是肯定還是否定 對這樣肯定 對這樣肯定 好大概要記得就這些了 沒了 來不及寫不出來 先到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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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